大家好,我是叶子 咱们今天用玉米面来分享一道好吃的 首先在一个大碗中加入两勺的玉米面 把碗中的玉米面用筷子先分成两份 先在一半的玉米面中加入适量的开水和面 在这个过程中要少量多次的添加 把它和制成湿润粘稠的状态 再把另一半的干玉米面给它融合在一起 把盆中的玉米面先和制成大面絮状 然后在里面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如果想口感细腻一点也可以多加一些面粉 接下来在里面加入20克的奶粉 这样做出来能够增加自然的香甜 如果没有奶粉这里也可以不用添加 接下来在里面加入2克的泡打粉 再加入3克的酵母 再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适量的白砂糖 然后把盆中的食材先充分地搅拌均匀 接下来在拌好的面粉中打入两颗鸡蛋 玉米面不太容易吸收水分 先把鸡蛋和盆中的面粉给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拌制到非常融合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再根据情况添加适量的清水 添加的水量不需要太多 以免吃起来比较粘牙 在搅拌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干 不是很顺滑 朝着一个方向大约搅滞两分钟 等待水分充分地融合 玉米面就会越来越顺滑 把玉米面和制成顺滑 没有颗粒的状态 然后再把它封上保鲜膜 先放一旁醒发至两倍大 玉米面糊大约醒发30分钟 表面蓬松有非常多的蜂窝状 这个时候再用筷子稍微搅拌 略微排排气 接下来我们在模具或者是大碗中 刷上一层的食用油 把醒发好的玉米面糊直接倒入模具中 用刮刀先把表面略微给它整理平整 然后在表面撒上一层的白芝麻 或者是添加适量自己喜爱的水果根也可以 先在案子上略微震动一下 稍稍排一下气 再把它醒发10分钟 明显膨胀起来 然后热水上锅蒸制30分钟 蒸制的时间也要根据食材的用量视情况而定 蒸好后先把它取出来放凉 然后再把它倒出来脱模 这样就不容易粘连 做好的玉米面蒸蛋糕非常的蓬松暄软 味道香甜带着淡淡的奶香 切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蓬松暄软 爱吃粗凉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 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